基础物理2a 1-3 加速度 这是1-3的第三个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主要在做类体的讲解 我们先看类体1 右图这是一个相向运动速度对时间的关系图 如果以出发点做圆点 则位置时间的关系下列哪一个图形是最接近的 这个图VT图速度时间图一条直线代表一个加速度 所以它是等加速度运动 速度一开始是正值 经过一段时间速度变成0 然后速度由正慢慢变成负 所以我们从XT图上怎样去找速度呢 首先XT图的切线斜率代表是速度 如果切线往右上代表斜率是正的 切线如果往右下代表斜率是负的 如果切线越陡则代表速率越大了 所以按照这样的关系 我们来看A的图 A的图一开始斜率是负的 往右下所以表示 切线斜率是负值 所以速度是负值 所以A这个图一开始就是错了 所以A不对 那B的图一开始斜率是正的 所以斜率是正的代表速度一开始是正值 一开始有符合 然后到中间这里斜率变成水平 代表速度是0了 这里也是符合 那最后斜率慢慢往右下斜率变负 所以你发现B的图一开始斜率是往右上 慢慢越来越平 最后变水平 最后变得往右下 所以当我斜率是往上的时候 XT图的斜率往上 这代表速度一开始是大于0 中间水平 这个代表速度是等于0 往右下是代表速度是小于0 所以B这个图一开始是正的大于0 到中间速度等于0 最后速度是负值 所以B的这个是有符合 我们看C的图 一开始的斜率是往右上 然后你发现斜率是越来越陡 所以表示斜率越来越大 速度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是斜率变小 速度变小 所以C这个图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C这个不对 因为他前面的这一段斜率变大了 表示速度变大了 猪一开始斜率是水平的 所以一开始是0 然后一开始就变负值 所以没有正值的这一段 所以猪这个也是错的 所以猪不对 我们看E这个图 E的图一开始斜率是水平的 然后开始往上变抖了 代表速度变大 可是我们要从大变小 所以这个是先从小变大 所以E这个也不符合 所以这几个图里面有符合的 只有B的选项 我们看类体2 一个物体做直线运动 首先加速度是4 做等加速度 从静止开始运动 接着以加速度是负合的等加速度 一直到停止 如果运动的总距离是150公尺 折折物体运动时 所需的时间 总共需要多少秒的时间 这里我们先来看 它们之间的速度变化 如果整个我们用VT图来表示 VT图一开始 题目说 从静止开始做运动 所以从0开始加速 当我到T秒的时候 前段的加速度是正式 后面减速 题目说 后面加速度是负合 如果前后两段 前面的时间 这个叫做T1 后面这个时间 叫做T2 我们比较前面跟后面 这两段 它们之间的关系 图上一开始是0 假设最大速度是V 前面一段的加速度是正式 后面一段的加速度是负2 两段加速度的比 等于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所以是V减0除以T1 所以后来V减掉原来0 除以时间T1 这是前段的加速度 后段的加速度是 0减掉V除以T2 0减掉V除以T2 这两个等于4比负2 所以4比上负2 等于V减0是V 所以是V除上T1 在比上 0减V是负V 除以T2 所以这两个 把负号跟负号 后向的负号跟负号 约掉 内向相乘 T1分之2V 等于T2分之4V 我们把V约掉 所以T1比T2 会等于2比4 所以等于1比2 所以T1跟T2 1比2 所以前面 如果是T的时间 后面需要2T的时间 这是前后两段 所以全部总时间 就3T了 最大速度V V等于什么 最大速度是 我每秒钟增加4 T秒钟 每秒钟增加4 T秒钟增加了T乘4 所以总共增加了4T 所以最大速度这里 是等于4T 所以我们算 整块面积 有150公尺 因为VT图下的面积 表示全部的总位移 所以底 这是一个三角形 底是3T 乘以高 有4T 再除以2 底乘高 除以2 是整块面积 150公尺 所以3T乘4T 12T平方 把2乘过来 150乘以2 有300 所以T平方 等于300除以12 等于25 所以T 等于5秒 所以前面这一段 是5秒 可是后面这一段 是10秒 所以全部总时间 T等于 前面5秒 后面10秒 加起来总共要15秒的时间 所以全部总时间 所以全部总时间是15秒 所以第二题 1的答案 我们看第三题 甲乘以2车在同一个出发点 沿着直线运动 它的速度 时间关系 如右图 下列叙述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个图上 我们看到 先看A选项 A 甲车等速度运动 乙车等加速度运动 这个图是一个VT图 甲是一条斜直线 表示甲车的速度 在稳定增加 所以甲是等加速度运动 乙是等速度运动 因为乙的速度维持固定 所以乙等速度运动 乙是这条水平线 表示乙速度是固定的 所以A是错的 两个要反过来 甲是等加速度 乙是等速度 B T秒的时候 甲与两车相遇 相遇代表 两车所走的距离一样 可是图上我们看到 T秒钟的时候 是两车速度相等 速度相等 并不代表它相遇 因为甲车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B的图 乙车的面积 比甲车的面积大 所以表示乙的位移 大于甲的位移 所以甲与两车没有相遇 B这个是错的 C T秒的时候 甲与两车加速度相等 C这个也不对 因为乙是等速度运动 乙等速度运动 所以乙的加速度是0 而甲有加速度 甲的速度是正的 所以斜率是正的 甲的加速度是正值 一条直线一个等加速度 所以甲的加速度是大于0 所以甲的加速度大于乙的加速度 所以两个加速度没有相等 所以C不对 足 2T秒以后甲车会超前乙车 我们先看在2T秒的时间 当整个时间是2T秒的时候 乙是这一块四边形的面积 所以这一块面积 这代表乙的位移 可是甲是这一条斜直线 所以甲的面积跟乙的面积 你会发现在T秒以后 甲比乙多了上面这一块 可是T秒之前 乙比甲多了这一块 所以 前面这边是T秒钟 后面这一段也是T秒钟 所以表示这两块时间一样 这两块它全等 所以如果从图形 我可以把上面面积直接轮到底下 表示2T秒的时候 甲的位移 等于乙的位移 如果我要用面积直接来证明 这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看 甲的位移是什么 甲是三角形面积 底是2T 如果甲T秒钟的时候速度是V 两倍的时间 因为它是速度稳定增加 2T的时候到这个地方 它速度应该也跟着两倍 因为一条斜直线表示 你的速度跟时间层正比 所以你2T秒的时候速度是2V 所以在这里 底是2T 整个高是2V 所以底层高除以2 这甲的面积 所以甲的面积 2跟2小调等于两倍TV 而乙的面积 乙直接2T秒一个长方形 长是2T 宽是这个V 所以乙的面积 也是2T乘以V 所以两块面积 你会发现 两个面积 它们是相等的 也就是甲的面积 等于乙的面积 所以在2T秒的时候 甲跟乙两个位积是一样大 在过了2T秒之后 甲的速度是更大 所以甲速度更大 所以甲跑得比乙更快 所以甲会超前乙车 足这一项是对的 1 甲车的加速度跟时间层正比 甲是一条斜持线 表示VT图的斜持线 是等加速度 所以加速度是定值 因此加速度是固定 加速度没有跟时间层正比 是速度跟时间层正比 加速度是定值 所以一选项A是定值 而V是和时间层正比 所以一这一项不对 所以正确的只有猪选项是对 这是类题3 我们看类题4 挺挺和凯凯他们运动的速度时间图如右图 这个图速度时间图 则关于两个人运动时的相关叙述何者正确 这边的选项里面 你会发现它都是在比较挺挺的平均加速度和凯凯的平均加速度 另外一个挺挺的平均速度和凯凯的平均速度 所以平均加速度跟平均速度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加速度的情形 VT图加速度是速度变化除以时间 所以挺挺的加速度 等于速度变化后来是2V0减掉原来是0 后来是2V0减掉原来是0 除以时间 这个是T秒钟 所以一除等于T分之两倍的V0 这是挺挺的加速度 凯凯速度是固定的 所以凯凯的加速度 等于0 因为它是等速度运动 凯凯等速度运动 挺挺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凯凯没有加速度 所以挺挺的加速度 所以A挺挺的加速度 大于A凯凯的加速度 那平均速度是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平均速度 我们把位移deltaX除以时间deltaT 挺挺的位移 我们先算挺挺的位移 挺挺是三角形面积 底是T 整个高是两倍V0 底乘高除以2 这是挺挺面积 所以2跟2消掉 等于T乘上V0 凯凯 凯凯的位移 是一个长方形面积 T直接乘上V0 所以你发现挺挺挺和凯凯 他们的位移是相同的 因为都是T乘以V0 所以平均速度 位移都是T乘以V0 时间都是经过T秒钟 所以挺挺的平均速度 和凯凯的平均速度 位移相同 经过时间相同 平均速度也是相等 这个也是相同的 所以以平均速度而言 挺挺的平均速度 等于凯凯的平均速度 所以以加速度挺挺大于凯凯 可是平均速度是挺挺等于凯凯 所以1的答案 这个类体4 类体5 指点的运动速度跟时间关系如右图 现在要问1秒到7秒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加速度我们知道是速度变化除以时间 下题目要求1秒到7秒的平均加速度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 把7秒的速度减掉1秒的速度 这是1到7 所以7秒减掉1秒 这是把速度变化除以时间 所以先算1秒的速度 第一秒的速度 题目这里可以看到直接是3 7秒的速度 这里直接是-3 所以7秒速度是-3 减掉1秒速度是3 1秒到7秒 1秒到7秒经过6秒钟的时间 所以-3减3 等于-6 除以6 所以加速度是-1 公尺秒平方 所以加速度是-1 1的答案 这个是问平均加速度 所以类体5是1 类体6 车展中展示一部号称可以瞬间加速的顶级跑车 这个车子性能在3秒钟之内 可以从0加速到98时速公里每小时 试问 这部跑车它的平均加速度大约是多少 平均加速度在3秒钟之内从0加速到98 可是这个98这个是时速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时速先把它变成秒数 所以速度98公里每小时 时速变秒数 我们说直接除以3.6 就可以把它变成公尺除以秒 所以整个加速度是 时速98除上3.6 这个是秒数 后来的秒数 减掉原来从0开始 这个在3秒钟之内 所以除以3 所以等于前项减掉0 所以前面一项98除以3.6 我在除以3 所以分母乘以3 等于98除上10.8 所以除出来大约是9.07公尺除以秒平方 所以整个近视值大约是9公尺秒平方 所以类体6C的答案 第七题 一部汽车在直线道路上面行进 看来XT图如右图 如果单位是SI字 我们定向南为正 则该汽车1秒到6秒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这一题要找平均加速度 加速度是速度变化 ΔV除以时间ΔT 现在要求的是求1秒到6秒的平均加速度 所以平均加速度 那我们要把1秒到6秒 6秒的速度 减掉1秒的速度 除以时间1到6 所以经过了6秒减1秒 所以我要先知道6秒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6秒的速度 这里图上这是XT图 一条直线表示一个速度 所以4秒到8秒这是一个速度 所以4秒到8秒的平均也是第6秒的顺时速度 所以我要算第6秒的顺时 我只要算这一条线的平均速度 所以平均速度位移除以时间 后来位置在0 减掉原来在-8 除以时间 这是4秒到8秒 所以经过4秒钟的时间 所以0-8等于0加8 所以8除以4等于2公尺每秒 所以第6秒速度是2 那第1秒速度多少 第1秒的速度是0秒到2秒的这一条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位移后来在-8 可是原来在0 除以时间 这是0秒到2秒 经过2秒钟 所以-8减0 -8除以2等于-4公尺每秒 所以第1秒的速度是-4 第6秒速度是2 所以把后来速度后来是2 原来是-4 除以时间6减1 经过5秒钟的时间 所以等于2减-4 2加4等于6 6除以5 6除以5 所以等于1.2公尺秒平方 所以1秒到6秒的平均加速度是1.2 所以第7题 1的答案 第8题 松松在公园里跑步 它的速度时间关系如右图 如果令向C为正 往C是正的 要问第5秒的时候 它的速度跟加速度的方向是如何 这图上这里 0秒时候速度是4 到8秒速度-4 所以这边一条直线下来 VT图一条直线表示一个加速度 所以整个加速度等于 后来速度是-4 减掉原来是4 除以经过时间 0秒到8秒 所以经过8秒钟的时间 所以-4减4 -8除以8 等于-1 公尺秒平方 所以一条直线表示一个加速度 所以从0秒到8秒 加速度都是固定的 加速度都是-1 向C如果是正的 所以代表它的加速度是1 公尺秒平方 方向是向动 所以1秒到8秒 整个加速度它是向东的 这个加速度是向东的方向 那速度呢 第5秒 这里 0秒是4 到8秒是-4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两个三角形 这个高是4 这边的高 这个长度也是4 所以本来两个三角形相似 可是这边长相等 所以表示 这个点是终点 因为两个三角形是全等 所以左边跟右边 这两边长度相等 所以这边是4 这里是4 也就是这一点是第4秒的时候 所以第4秒中速度是0 那第5秒以后 它速度就变负值了 第5秒中速度变负值 所以速度向C是正的 所以你的速度是负的 表示速度是向东 因此这一题我要问方向 所以在第5秒的时候速度是向东的方向 加速度也是向东的方向 所以速度向东 加速度也向东 所以第8题 A的答案 再来第9题 指点的位置时间关系图 如图所示 求物体在0秒到8秒的时候 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我要问0秒到8秒 所以我要把8秒的速度 减掉0秒的速度 所以经过时间 0秒到8秒 经过8秒钟的时间 所以 0秒的速度一开始出速 题目上这里图 这是一个XT图 所以XT图一条直线 表示一个等速度 所以我要先知道 0秒到2秒的时候 一开始前面这个速度多少 0秒到2秒的速度 就是0秒的顺时速度 就是0秒的顺时速度 所以整个速度有多少 5减0除以2 5减0 这个是位移 除以时间 2秒 所以5减0 5除以2 等于2.5 所以一开始的速度 是2.5 这是0秒的速度 6秒到8秒 所以第8秒的速度 是6秒到8秒之后 第8秒这一瞬间的速度 所以6秒到8秒的速度 就是第8秒的末数 所以一条直线 整个最后速度有多少 后来位置在10 原来在5 所以10减5 这是位移 这是6秒到8秒 经过2秒钟的时间 所以10减5是5 5除以2 所以也是2.5 公尺每秒 因此第8秒的速度 2.5 原来的速度 也是2.5 除以时间 经过8秒钟 这个图 虽然中间速度有变化 可是最初跟最后 它们的速度 都是2.5 所以速度变化是0 所以加速度是0 这个是 整个的平均加速度 所以它是0 所以第9题 1的答案 第10题 加以柄三车 在同一个直线道路上行驶 它的位置时间关系如右图 则下列叙述 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里我们先看A选项 A 加以两车速度可能相等 这是一个XT图 假是一条斜直线 乙是一条斜直线 一条直线表示一个速度 所以假是等速度 乙也是等速度 可是越斗的斜率越大 所以也代表速度越大 所以从图上你可以发现 假的速度会大于乙的速度 所以 加以两个速度没有相等 假的速度比乙的速度大 所以A这个是错的 我们再看B 乙丙两车速度可能相等 乙是一条斜直线 可是丙字曲线 丙字曲线表示丙的速度会变 丙的速度会变 一开始斜率是比较斗的方向 可是到后面越来越平了 所以表示 丙的速度是逐渐减少当中 所以乙跟丙如果两条斜率一样 就代表两个速度是相等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有一个位置 乙跟丙两个斜率是相平行的 在这个位置上 丙的切线跟乙两条切线斜率是平行 所以表示乙的速度跟丙的速度会一样 所以 乙丙速度有可能相等的时候 B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用斜率来判断 例如或者说利用切线来判断 C 乙车的速度再逐渐增加 这是XT图 乙车是等速度运动 一条直线 所以乙是一个等速度 乙的速度没有增加 乙是等速度 所以C不对 逐加一辆车与出发以后会交汇 假车跟乙车位置交在一起 这一点就表示他们交汇的位置 所以出发以后会交汇 逐这一项是对的 一 出发以后 丙车加速度不为零 因为这里图上你可以发现 丙出发以后 斜率从向上 虽然逐渐慢慢变小 速度慢慢变小 可是速度有变 就表示加速度不会是零 加速度有在改变 所以丙的加速度不是零 一这一项是对的 所以这一题正确 B 诸 一 三项 这是第十题 十一题 右图 这是影音运动的速度时间关系图 如果他一开始运动的方向是向南 下列运动情形的描述 哪一项是正确的 A 甲时段的速度向北越来越快 题目说一开始是向南 所以往上这个表示向南 所以正的表示是向南方 所以速度的方向就是运动方向 所以速度正的表示向南 所以速度负的表示是向北 甲的这个时段 速度是正的 所以速度是向北运动 然后一条直线 一个加速度 速度越来越大 所以甲是向南运动 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A不对 B 以时段的速度向南越来越慢 以时段速度也是正的 所以表示它也是向南 可是速度逐渐变成0 所以速度向南 可是速度越来越小了 所以B这一项正确 C C 秉时段速度向北越来越快 正的表示是向南 负的这一段表示是向北 向北速度负的越来越大 所以代表往负的方向越来越快 所以C 这个是对的 往负的方向往北越来越快了 租 以秉时段的运动方向相同 秉跟秉 秉的速度是正的 秉的速度是负的 正负表示它的运动方向 所以正的如果向南 负的向北 所以秉跟秉 两个运动方向不相同 租 这个是错的 一 以秉时段的加速度 方向相同 量值不同 秉 秉是一条斜直线 一条直线表示一个加速度 所以以时段的斜率 跟秉时段的斜率是一样 所以以时段的加速度 跟秉时段的加速度 两个加速度 大小一样 方向一样 它们斜率是相同 所以加速度也相同 因此量值是相同的 所以一 他说量值不同是错的 所以这一题正确 只有B跟C两项正确 无论才能知识多么卓越 如果生活缺乏热情的动力 则无异于纸上画柄冲击 最终人事已是无成 愿这一段话作为你我的警惕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的重力 因此 我们这个人 试取 得 疯 感谢观看